的算法 这个地方 第一个当然我们算 你可以先算委会的 OK 没关系 你们画面有出来吗 OK 因为前面这样这么白 看得到吗 OK 好没关系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 年龄部分 可以先算税 先把第一个N搞定 再第二个第三个 那中间的话 可以用串接自串的 串自串 我想应该前面有用过 用and and 然后 如果是自串 一定是前后双引号 这个我前面特别强调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 不同的东西 公式 跟自串串接 一定是and的符号 串接一个自串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 先用dative 先算税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dative打上去 然后刮糊 他的生日 所以前面的日期 dative 后面的日期的话 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话 当然了 你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 直接打上去就好了 打一个today OK 后面加一个小刮糊 他会自动取得 今天的日期 OK 应该没问题了 要不然你可以在 另外一个出生格 然后再用选的 也没问题了 然后dative 比什么 比几岁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y他会去精确的帮你算到 他有没有满 所以呢 他会打勾之后的话 比一下 他今年43岁 那因为他的生日是8月5号了 所以因为今天3月15 也就是说呢 他还没有满 所以如果他的生日是3月的话 3月5号那就44岁 可是他今年 还没有 所以他是8月5号 有没有 那变成说 他没有满的 剩下来怎么办 剩下来他不会找你了 比如说你找剩下了 那怎么办呢 剩下还有月 那月怎么办 因为我刚刚讲嘛 因为年的部分已经被用掉了 那不就剩下什么 剩下那个月份的部分我要显示 那这个刚好符合什么 刚刚不要看这个 不要看税 因为税已经被用掉 剩下就是这个后面的日期 他相差几个月嘛 对不对 那几个月用掉了 月用掉了 那再来讲 剩下的 日 所以刚好日的部分 所以答案就是Y YM MD 这三个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我现在只有一部分 那其他怎么做出来 其他的话交规一个诀窍 如果你后面要串接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这个部分 Ctrl C C C做什么呢 直接到我们刚刚的公司后面 把它end串接 再双引号一个开头 再贴上 再加上一个双引号结束 因为自串一定是头跟尾啦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连贯的 但是打勾之后 他会出现是43岁 N个月 又N天 那这个第一个N呢 其实就是YM 第二个N就是MD 所以第二个是做什么 就是把这个里面的N怎么样 用这边的东西贴过去 然后把Y改成YM 就完成了 但是问题来了 你要特别重要 你不能乱贴 那它的原理原则是这样 如果你要放个公式 在一个字串里面 首先你必须把它切开来 先给它一个结束 然后特别说 第一个N结束 再给后面那个是开头 也就是说 这个是跟它 有没有 这个跟它 中间如果要串的话 请你打两个串接符号 再把什么呢 就是公式摆在 这个串接符号的中间 应该看得懂吧 跟火车一样 比如说一节火车要拆开来 你应该把它锯开来 然后一定要有连接器 那个连接器一定也是两个 才可以连接 中间可能有个什么东西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 这个串接符号的中间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YM 给YM 这样子 OK 打勾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 七个月就出来了 所以它那个年算完了 它不会找你 它剩下来就是 帮你 用YM 帮你把剩下来月算出来 再来呢 天 一样天的部分 一样 选起来 双引号两个 一个是前面的结束 一个是后面的开头 移到中间 ENDEND 再移到中间 贴上 然后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改成M D M D OK 最后的话呢 你就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这样子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人 他到现在为止 就活了 这个总共43岁 七个月又十天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会可以比较快的帮我做出 其他当然如果你把它向下填满 其他人的生日 也就可以很快的帮我 把其他的部分呢 给做出来 那OK 好 这里的话 应该 OK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主要是了解 就是说 Dedif怎么做 另外的话 后面的那个公式 如何串切 那如果第二个公式 再串 再串 OK 变成VBA 不过变VBA 有个问题 什么 就是说 在那个 变VBA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说 能够快速帮我输入 这些东西 而不需要自己手动 再输入一遍 也许经常性的要用到这个公式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按下去 它就自动怎么样 全部都完成了 那我这边demo一下 一定是先VBA 这个里面 那预设当然没有模组 所以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里面的话 当然我现在还没写完 如果我已经写完 假设云端上有 比如说这边 有个年龄 这个已经写好了 我把它Ctrl C 把它Ctrl V贴上 就这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求是 直接输出 就直接输出到这边 H栏 我来试一下 按执行 OK 有没有 自动就 就做完了 那特别注意 这边输出的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输出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 把这个公式 丢到VBA里面去执行 是丢一个公式 不是丢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DATIVE 在VBA里面 也没有对应的一个函数 就直接可以对应的 这么好用的函数 有一个类似的 但是可能没有像DATIVE 这么好用 那另外也有可能一种状况 就是说 如果将来 你的VBA是 希望把你做好的公式 直接丢到某个范围里面 直接就是让它 自动跑公式 就对了 丢的话 不是丢一个结果 而是丢一串公式 放在除尘格里面的话 那类似像这样子 那当然将来 你也可以再做一个 按钮 按下去的话 那这个是年龄 那另外可能 多一个什么清除之类的 那类似像这样的功能 该怎么做 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子 也说原来没有 那我们就是按下它 它会自动帮我 把刚刚的公式 全部放进来 你看这个范围 里面全部真的都是放 什么了 放那个公式进来 那要怎么样放公式呢 这个年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做法 应该跟前面的做法都一样 差别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一 先插入一个什么模组 第二个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叫年龄好了 这个应该会 前面有做蛮多 程序有没有 插入程序 然后呢 程序的名称叫什么 叫年龄 因为是对应到一个按钮 所以是用一个sub OK 所以年龄 那接下来 之后要做什么呢 也许我今天 要决定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哪一个范围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要利用回圈 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for 先确定列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15列 一直到 第几列呢 第19列 Enter两下 nest 这个前面都做过了 OK 再来的话呢 决定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是 h栏的 那个 i列嘛 第15 所以 这个这个东西 把它这个打一个 输出的话 写在前面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观念问题 改一下 重点 哪一栏 h栏 输出这个东西 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等于 后面的话呢 我要输出一个公式 那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要把公式 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的话 你特别注意 要怎么丢哦 一 请你把这个公式 第一个就好了 把这个公式哦 这是因为这一长串哦 两个原则 要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的时候 请记住 第一个原则 就是哦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请你再多补一个 也就是说本来一个 对不对 你要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的话 要变成两个双引号 规则一 知道意思啦 OK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补一个 他会不知道到底是里面的还是外面 因为外面已经有双引号 里面又有双引号 他会搞不清楚 所以他就用什么 两个双引号 表示在里面的 一个双引号 代表在外面的 OK 好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 要知道 就是说哪一些东西 哪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点15 有没有 再点下面 有没有发现 上面的话呢 15会变16的 15有没有 那15要用I来表示 要用I来表示 因为他要由15变16 那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 都要把它改成I 就两个规则 好 但是 这难 就难在这里了 怎么做呢 一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先取消一下 再切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地方 直接把它怎么样 贴到那个 我们的双引号中间 这个中间 有没有 不过贴上之前 我们要先做什么 把单引号变双引号 所以 以前是贴上之后 然后再来慢慢看 从前面看到后面 不过你会发现 哇 有双引号这么多 有没有 所以要看 所以后来我发现 有一招 比较简单 哪一招呢 你可以打开那个记事本 然后呢 把它贴上去 再利用取代的方法 把一个取代成两个 这样就好了 而且 还反而比较不会错 为什么用人工来慢慢看 像我之前就讲 即便是我已经很 很小心了 但是呢 还是会漏掉一个两个 最后就会一直卡住 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办法执行 因为差一个都不行 那你如果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取代完毕了 按取消 有没有 这边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变两个 反正你只要看到 一个就变两个就对了 好 再来第二个怎么样 把这个复制 贴到这个中间里面来 第二个步骤 就是要把15改成I 15 15 15 OK 那会有三个 对不对 那这三个特别注意 你不能直接把15 直接放一个I进去 而是要怎么样 跟刚刚那个 把deb放进去 那个方法差不多 第一个要先切开来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第二个你要把 连接字串的and 放中间 再把I放进来 OK 所以这个第二步骤 如果你这两个步骤都OK的话 以后呢 你要把公式放在储存格连续 直接全部放完都不成问题 规则就只有两个 就这两个 OK 好 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个 双引号 双引号 一个头一个尾 对不对 移到中间 and and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然后呢 VBA的and 比较麻烦 它前后要加空白 OK 所以 再把空白加上去 做完了 应该看得懂那个 我在做什么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15 对不对 切开切开 移到中间 and and 移到中间 再加个I 然后把它空白 and的符号呢 前后加空白 不过其实一般是这样 做完一个之后的话呢 我会选择头尾 头尾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怎么样 把它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贴到那个15 最后还一个15 这个15 把它贴上去就好了 好 解决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那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来跑跑看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直接来执行给各位看 直接执行 这个不要出声 按下它 全部执行完毕了 OK 看起来没什么了 不过感觉应 好 不过我相信各位应该会容易出错 那如果你可能会出错的话 云端上面已经有做好的 好 你可以直接贴上去 那 但是云端上面呢 还多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 一行 变两行 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 刚刚这个公式 如果你放在VBA里面 会有个讨厌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太长了 那 如果你没有把它断行呢 你变成你要拉过去 你要再拉过去 有没有 那问题来了 你不能够随便乱按enter 你想说 那我这边在这边好了 按个enter 移开会怎么样 它会跟你讲 编译错误 为什么 因为 它如果要换行 有一定的规则 什么规则呢 特别注意 这个规则就是 这边又是一个规则 这个等一下再讲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我在云端上面呢 有特别的 有写到就是说 在VBA里面 一定要把双引号取代成两个 这个第一个规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列号改为I 就是后面这个 然后各位可以揣摩一下 就这两个规则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两个规则 如果你懂的话 以后呢 无论你的VBA里面 要动态输出一个公式 或者是你已经写好的函数 做好的什么什么事情 反正 利用这两个规则 其实基本上呢 都可以很快的帮我们把 你已经写好的公式 直接呢 动态的输出 试试看好了 感谢观看